同学们好,欢迎来到大数据获取与案例实战课程。 今天我们将学习新的一张数据可视化之词云图。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词云图的定义。 词云图是对文本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予以视觉上的突出, 从而形成一种关键词云图的效果, 以达到过滤大量文本信息的目的, 使读者能够更快更直接地抓住文本的主旨。 举个例子,请同学们看一下, 下面是根据某电商的男款和女款秋冬衣服销售的用户评论, 生成得到的词云图。 图中单词的字体越大, 说明该单词在文本中出现的频次越高, 字体越小, 则说明该单词在文本中出现的频次越低。 很明显在左边的男款衣服的词云图中, 顾客比较关注的是衣服的宽松度。 而在右边的女款衣服词云图中, 女性顾客比较关注衣服的款式是否是新款, 对毛泥大衣、衣服是否显气质、显高端等关注度也比较高。 由此可见,使用词云图能够过滤掉大量的文本信息, 使浏览者能够更直观、更快地把握文本的主旨。 在这一章的学习中,我们将重点讲解如何制作词云图。 具体来说有两个办法, 一个是我们可以使用在线的词云图工具, 另外一个是使用Python中的WorkCloud第三方库。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, 如果使用在线词云图工具来制作词云图。 使用在线词云图工具生成词云图有一个好处, 就是不用安装软件, 仅仅通过浏览器就可以在线的生成词云图。 这里给同学们推荐几个比较好用的在线词云图生成工具, 分别是WordArt、微词云和易词云。 这里我也分别列举了这些在线词云图工具的访问网址。 同学们可以通过这些网址来访问到对应的词云图工具。 好,我们通过一个练习来学习如何使用在线的词云图工具。 以下是给定的一段文本, 请使用在线词云图工具来生成一幅词云图。 首先,第一步,同学们打开浏览器, 在浏览器中输入上述几个在线词云图工具的网址。 这里我们选择WordArt。 同学们,在浏览器中输入WordArt的网址, 3w.wordArt.com就可以看到如图所示的WordArt的主页。 在右上角点击Create绿色按钮, 就可以创建新的词云图。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页面上展示的信息。 如左图所示,这里展示了一个样例, 分别有三个单词,分别是Word, Cloud和R。 它们的词频分别是一次。 我们还可以对每个单词设置单词所显示的Color颜色, Angle角度和字体放。 那么也可以使用预设的值。 好,点击Import按钮, 可以将刚才在PPT上的一段文字, 将其导入到我们在线的词云图工具中。 好,同学们可以看到这是刚才在PPT上的一段文字, 在下方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选项, 比如说是否去除掉文本中的CommonWorth, 是否去除掉文本中的数字, 以及进行Stamming的一个处理。 我们保持默然的选项, 要点击ImportWorth。 大家可以看到在左图所示, 我们对刚才的一段文本中的所有的单词, 进行了一个词频统计。 词频最高的是单词People出现了21次, Party出现了16次, Nation出现了12次, 我们拉到最后, 可以看到有很多词频唯一的单词。 好,进行这样一个文本导入之后, 我们点击Visualize这个红色的按钮, 就可以生成词云图, 我们点击一下。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正在Loading。 好,右边是生成得到的词云图。 可以看到People的字号最大, 因为它是词频最大的一个单词, 紧接着是Party。 得到这样一个图片之后, 我们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丰富以及修改。 比如说在Shape选项里面, 我们可以设置词云图的形状。 这里我将其改为新型的形状。 选择Visualize, 再次生成。 好,这是新型的词云图的生成。 同学们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探索, 比如说有Animals的形状, Babies这里面的形状, 还有有不同的字体, 有不同的Layout, 以及有不同的Style。 同学们都可以进行具体的设置。 那么生成词云图之后, 可以点击页面中的Download选项, 将该词云图保存在我们电脑的本地。 可以选择保存的格式有PNG和GPEG的图片格式, 也有PDF的格式。 好,那这就是我们练习一, 使用WordArm的在线词云图工具, 来导入一段文字, 生成对应的词云图。 谢谢大家。 好,通过刚才的示例, 同学们可以看到, 使用在线的词云图工具, 生成词云图比较简单。 我们不需要预先去安装软件, 或者是安装词云图库, 仅仅通过浏览器就可以了。 在线工具可以帮助我们自动地统计单词的词频, 也可以进行一些参数的设置, 比如说修改词云图的形状, 设置词云图单词的自己大小, 颜色等等。 但是使用在线的词云图工具, 也有它的局限性。 就是我们只能按照它提供的模板。 比如说在刚才使用的word2在线词云图工具中, 它对英文文本的支持程度比较好, 但是对中文的支持程度不够。 对于中文的文本, word2没有办法对中文文本进行合适的分词, 对中文字体的支持力度也不够, 甚至不能识别中文的字体。 同学们看一下, 对于如左图所示的这样一段中文文字, 我们使用word2在线词云图工具得到的是如右图所示的界面。 很显然, 我们可以看到word2没有能够进行恰当的分词。 此外还可以看到, 对于中文的单词及其词评统计结果, 我们生成得到的词云图在word2中是乱码。 因此, 大家除了要掌握简单的在线词云图生成工具, 还应该掌握第二种词云图生成方法, 也是适用范围更加广泛的词云图工具, 也就是Python所提供的词云库WordCloud。 下一个小节, 我们将会学习Python词云库WordCloud的安装和使用。 谢谢大家。